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它是没有办法完全独立开来的 我们如果把内容的一个变化的过程 或内容发展过程用这两条曲线来看 我们放了文字 图片 声音 视频 H5 这些东西每一个内容的出现 都不是内容单独出现的 它都是因为某一种技术 达到了成熟的状态 或者某一种媒介达到成熟状态 这种再出来 比如举个例子 就是文字 哪怕去到最早的甲骨文 刻字 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 做这个雕刻的这个东西的技术 对吧 其实你也没办法去刻 那么比如说这个声音 如果比如说这些记录 或者传播的这些技术本身 没有成熟 这个内容本身 也不会成为一个主流的内容 包括到H5 大家现在可能常常用的 一种非常非常强 交互型的这个内容 OK 当然如果大家看下 这条曲线的发展 大家会知道说 其实内容本身 或者是三个东西合在一起之后 是朝着信息密度 越来越大的方向在走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解释清楚 就是说 其实H5可以把所有之前的内容 都包含在一起 而且更加交互性 所以它信息密度会越来越大 但这里讲一点 信息密度越来越大 并不代表越大越好 待会可能我们会探讨到 这个话题 然后第二个呢 想讲的这个 跟信息流动相关的规律是说 信息的流动会自然地往 更低处达成本的方向去走 怎么说呢 就是三十年前 这个我看电视的时候 一般这个过程 或者三十年前 我看视频的时候 整个过程什么样子呢 是说我要先回到家 然后躺在沙发上面 打开电视 开始看 那个时候呢 我妈嫌我脏 对吧 玩了脏 回家可能我还要洗个澡 什么之类的 就按现代话来说 是个特别特别有仪式感的事情 就只是看个视频 但现在 对吧 大家拿出手机 这个屏幕一转过来 这个已经可以直接看了 OK 所以是说 媒介和技术会帮助信息 往这低成本的流量去走 这也是个发展规律 然后关于视频这个东西 我们待会儿还会再讨论 第二是 这个信息流动 还有一个规律是说 它会往这更低理解成本的方向去走 什么叫更低理解成本呢 我们拿汽车的广告 来举个例子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看过这个广告 就是 很早说甲壳虫 因为那个时候 大家都流行大的车 没有小的车 所以给甲壳虫 做过这样的一个广告 大家想象一下是说 如果没有上面那边图片 大家可能了解不了这个信息 对吗 有了这个图片加文字 可能已经比较清楚了 好 那我们一起看一下说 现在车是怎么做广告的 大家应该已经意识到说 这辆车其实并不是 真正的车在你旁边 它是一个增强AR的技术 让一辆车出现在你面前 然后你可以去通过 这样的一个东西 传递各种各样的信息 我当时看视频的时候 觉得这样三轮车特别魔幻 就在一辆PUSH的旁边 OK 然后这个车 有各种各样的内饰也好 它这个门怎么打开 这些东西 让你不用去到是说 一定要去到4S店 你直接在一个现实的面前 拿出一个手机 或者用一个AR眼镜的东西 就可以去看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有各种各样的内饰 所以我们说每一届家内容 可以让这个理解成本更低 如果我们想象中一本说明书 去讲清楚这种体验 那是多么厚一本说明书 对吗 这个车上面还在解释 各种空气动力学 各种流体力学 在这个车身上的信息 好 开始了 这可能是我们最低成本 去开一辆保时捷的这个过程 而且它是在你真实面前的一个路面 它不是说我在一个 已经定制好的视频 或者H5的过程中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增强现实这种方式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去理解 这个内容 所以信息也会朝这个方向去发展 OK 好 这个呢 刚刚讲完的是说 是信息流动几个规律 然后这边是我自己和我的同事们 一起去做的一些这个推断 第一个是说 因为信息会朝着理解成本越低 或者信息密度越大的方向去走 所以第一个推断来了 AR这种承载了更高信息密度的内容 或者格式 会是未来的发展的方向 大家刚刚看到的是说 我们刚刚讲的一个 这个车的一个广告 如果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 我得拍多少视频 我得多多多H5 我得用多大的成本 才能让一个用户 来跟我相互的交互 但通过AR的内容 这个东西一次都解决了 所以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判断是说 它会是未来的一个主流的内容格式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个视频 这是在苹果新的这种部 叫Apple Park 然后在现场 苹果是怎么来去传递 它这个Apple Park的理念的 大家看这个白色东西 是这些白色的模型 然后它会拿出一些Pad 直接对着这个模型 看到的世界 就已经是被增强过的世界 那大家如果希望做一些解释 比如说现在是早上几点 晚上几点的时间 那么可以就通过 这样很简单的拖动的方式 去改变这个信息 那我只要在树上改变信息就可以了 大家希望看不同的角度 只要把这个Pad拿高 放低都可以 OK 所以这样一个这么复杂的 一个Apple Park的设计 都可以用一种非常美观 非常简单的方式 来交流或沟通 包括是说 Apple Park为了讲说 它怎么样环保 它怎么样设计气流 怎么样能源 都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去沟通 那这样的话 不需要是说 我还请专家来给你上课 来给你拍一堆视频 来去做这个事 我通过增强现实方式 都可以搞定 OK 所以刚刚那是我们的第一个判断 所以说AR会成为未来一个 非常主流的内容格式 好 我们第二个判断是说 信息传递的边界 也会定一步被打破 我放这两张图片 相信大家可能 大概能跟到什么意思 就是说 甲骨文 从有文字开始 信息传递 已经可以突破 时间的界限了 所以不是说 我作为一个这个 达人 跟大家讲完了 这东西之后 就停在这里了 因为文字 可以把它记录下来 它可以不断地 延续传递下去 那么 有了广播这种东西之后呢 其实 物理界限 也不太是一个界限了 因为一个广播信号 可以把信息一下 传到所有的地方 OK 那通过增强现实 可以怎么样呢 我们除了打破 时间和空间界限 我们可以打破 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界限 这上面字可能有点小 大家可能看不清楚啊 在这个 真实的物理世界旁边 会有一张电子的 你叫说明书也好 叫介绍也好 上面最小的字 最下面好像 其实写的是 京东的评分 所以说 因为这种方式 可以让我在原来 时间跟空间的隔绝之外 我可以让物理和数字 两个平行的世界 在同一个时间出现 在同一个时间点出现 不再是说 我看到一个东西之后 我要上网去 search一下 这个是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有没有解释清楚 所以就是我们刚刚回到说的 最开始那个标题 叫做平行世界的交错 这两个世界 可以空间合在一起了 OK 然后第三个我们的判断是说 万物都将变成入口和媒介 看个视频 大家可能就理解 这个是我们团队之前 跟农夫山泉一起合作的 一个还挺经典的 挺出名的案例 农夫山泉的瓶身上 会有一个图案 然后你通过手机扫描之后 就可以看到很多其他的信息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 跟一款手机 在这个做合作的时候 为了把这个说明书 变成一个3D的说明书 这个是我们当时 为了促进这个 共享单车 在冬天的活跃度 然后去拿这个 共享单车的这个车框 作为一个媒介和入口 然后去做了一个叫 云鲁猫的活动 我相信大家看完这三个东西 会理解的是说 所有 原来大家可能觉得 数字世界对吧 数字世界的流量很贵 所以东西肯定是数字世界 但其实 物理世界也是流量的入口 那么这两个东西 如果通过增强现实 可以被结合在一起 那么万物都是入口 好 接下来的一个推断呢 是说 我们会去想象 什么是智能手机 之后的下载的 这个计算设备 刚我做了这么多铺垫 大家应该很好理解 对吧 AR眼镜 大家会觉得现在说 手机已经变成了这个 人的一个 怎么说呢 器官 大家觉得已经离不开了 这个 它的确帮我们提升了很多的效率 当然可能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些困扰 那么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很难想象的是说 智能手机之后的 这个时代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会用什么样的设备来去做这个计算 那么我们推断是眼镜 我们其实可以 就是大家可以想一想 就是说 从有人类意识以来 除了我们穿的衣服之外 有什么东西和人 这个 绑定的非常的和谐和自然 眼镜是一个对吗 就是我戴的眼镜是一个 而且它跟我的视觉会非常相关 大家可以再想一想 还有别的什么东西 跟我们人的相处非常的和谐和自然 每天都跟我们长在一起 手表 对 非常好 耳机对吗 就是都跟我们长在一起 OK 但是眼镜有一个天然的优势 是因为说 它跟你的视觉相关 手机是跟视觉相关 对吗 OK 所以刚刚看完这张图片 大家大概有概念是说 眼镜是什么样子 OK 那我们再给大家两张图片 看看说 真正跟人在一起之后 眼镜是长什么样子 OK 两张图反应有点大 这个 你们的左边这张图 是这个计算机图形学之父 Sunderland博士 他在上市六十年代 就开始在研究这些 可强化的视觉的时候的一张图片 那个时候可能我们可以算是说 最早的这个AR眼镜的一个雏形吧 当然这个东西可能不太是 人类能够去佩戴或者便携的 然后现在呢 这个会有越来越多的厂商 所有的 可以说明说所有国际大厂 加上一大堆的这个创业公司 在做这个AR眼镜这个东西 因为大家都看好是说 它会是一个更加便携的 更加的一个计算的设备 OK 然后右边这张图片呢 也是国内的一家这个 不错的创业公司 在去做的一个产品 我不能说马上 但已经接近是说 人类可以佩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讲完了这个设备 然后再来讲一讲 跟人相关的东西 这边有两个新的词汇 一个叫做空间交互设计师 一个叫做这个3D艺术家 大家可能觉得是说 有点抽象 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然后我们再来看个视频 大家可能就比较好理解 首先声明一点 这是一个概念视频 这不是一个真实的视频 所以离这样的世界 我们还稍微有点点距离 所以这里想讲什么呢 是说 因为在智能手机的时代 我们所有人都拿着手机 会看到UI 我们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交互设计 但这些交互设计 大多数其实都还停留在平面上面 停留在是说 我把手机放在这里 然后我用手去滑动 去推动或什么之类 但是大家看到是说 一旦当要成为一个主流的内容 当眼镜成为一个主流的计算设备 我们很多的交互都在空间中的 但这些空间的交互 其实就跟屏幕上的交互 已经不是一样的概念了 所以我们的判断是说 在未来 空间交互的设计师 会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这个怎么说呢 或者说这种设计 会成为非常大的一个需求 那也会非常多的需求 需要这样的人才 那么3D艺术家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 我们现在可能看到很多内容都是平面的 对吗 我们其实今天看到 不管刚刚是这个摄影师拍的内容 或者是说 很多广告都是平面的广告 但是现在大家如果 在空间中的时候 很多内容是3D的 那这样3D的内容 怎么让大家觉得是说 看起来舒服或者有趣 那么会需要非常非常多的这种 创意人或者创造者 来去做这种3D的内容 讲完了是说 我们对于R的一些判断 但同时也想回落的是说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人 可能会去唱衰 是说原有的东西怎么样 原有的东西是不是都会被革命掉 都会被完全地消灭掉 但在我们看来是说 任何的内容或者媒介 它都会存在 它可能不是像原来一样 那么的占有绝对的主流的因素 但它一定会换种方式存在 我放了两张图 可能也非常非常好理解 就是黑胶因为它的各种各样的原因 导致说它在很长段时间 可能消失匿计 但它现在又重新回到主流的视野 然后有非常多的公司 现在开始在出黑胶机 然后在出复刻版的黑胶碟 然后它这种临场感的声音体验 也是非常多这种专业的玩家 他们需要的东西 然后右边这个是个杂志 杂志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是说 慢慢已经不再是 那么大家获取信息的一个方式了 可能杂志现在本来它最大的优势 就不是让大家获取信息的方式 杂志这样的厚度 可能它可以去做一些 很深度的报道 很深度的内容 可以让我们静下心来去翻阅 OK 然后可能会变成一种 这个生活方式的代言等等 反正它就至少 这个King of King of 这本杂志 经常出现在我的朋友圈里面 朋友们去晒自己生活方式的时候的 那个照片的一个配角 刚刚列了七个判断 讲的稍微有点快 然后这个是我们最后的一个判断 是说刚讲到各种各样的媒介会 或者各种各样的内容会新出现 然后新的会占据主台 这个老的会往后可能退一点点 但其实大家都在各个细分领域里面做竞争 我不知道有没有解释清楚 应该不会存在某一种媒体 或某一种内容会占有你所有的生活 你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场景 那么各种各样的场景呢 它都会有自己合适的这样的一种媒介 或者这样的一种内容 只要这种媒介或者内容 在这个场景中它的效率是高的 那么它就会有自己很强的生命力 比如举个例子 我刚刚有提到是说 我在上海的地铁的时候 比如坐地铁 经常是没办法 上海的地铁它懂的 你没办法拿手出来去看书 或者什么之类的 我曾经有试过看书 最后就变成这么看了 因为只有这样的话 我手才能抬起来 但是可能像声音这样的一种媒介或者内容 就很好的可以帮助我去使用这样的时间 OK 那么我其实还想带来一个例子 去讲一讲是说 什么叫做在特进场景中效率的竞争 然后这个例子呢 也是我今天所有内容里面最新的一个 因为其实上周在三番市 然后谷歌announce的一个 他们最新的叫云游戏的东西 然后我刚刚也有信在现场 跟他们一起见证这个事 对我的冲击非常大 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视频 待会再解释 大概意思就是说 你在看YouTube的时候 会发现说这个内容上面有个按钮叫Play 那么你点了这个内容 你就会从一个观看者的角度 变成了玩家的角度 来玩这个内容 当然背后有谷歌秀肌肉 它有自己一堆烂七八糟的这些 技术的支持和很多的积淀 然后这个在秀的是说 你可以在笔记本上去玩这个游戏 然后你停下来了之后 你拿起一个像Gameplayer之类的东西 然后就可以马上接下去玩 然后再加上接下来任何设备都可以 然后这个游戏 可能我不确定大家是不是都清楚 这个游戏现在是一个主机游戏 其实需要在一个非常昂贵的 这样的一个设备上 才能去玩 才能带来这样的一种 就是说非常美好的视觉的体验 但现在只要有视频的地方 其实这个东西 这个体验都可以存在 那这我想讲什么呢 是说没有人要求是说 游戏这东西一定在主机上才能玩 对吗 只要是说这个形态 这个载体本身在这个场景上 效率更高 比如说我可以从玩的人 或者看的人直接变成玩的人 那么这种媒介一定会在 这个场景下有很强的生命力 那基于这个例子 大家可以去想想是说 其他的情况有什么其他的场景里面 什么媒介什么内容会更好 这个内容有更好的效率 它一定有自己的价值 而不会说全部都被 比如说互联网 比如说ARGT代掉 OK 好 基本上这是我们刚刚寄与的几个判断 然后讲完这东西 就给大家秀一段是说 未来世界可能会是什么样子的视频 好 好 吧 猫 猫 好,我愛你 好,我愛你 好 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后感觉怎么样 就这个就应该可能是大家戴着眼镜 然后在这场生活中的这个感觉了 就是其实这个是叫一个 我们叫做hyber reality 可能就是说信息完全出现在你面前 这个过于爆炸出现在你面前 非常好它跟我的世界融合了 但是它过于地爆炸 这个东西可能会发生吗 它可能会发生 因为一旦你把技术的缰绳解开了之后 技术就会这么去跑 我为什么会想放这样的视频呢 是说因为一直以来 大家都在探讨所谓媒介与人 或者内容与人的一个关系 我们想说的是 如果大家要跟一个东西相处好 第一件事情是说我们要去接受它 所以我想接受的是说 媒介一定会发展 或者内容一定会发展 一定会有越来越来越新技术 占领我们的生活 我们要接受它 第二是说 这些东西会对我们有所塑造 我们不要抗拒是说 或者我们不要否认说它会塑造我们 它会塑造我们 但是这些东西都只是一个舞台 它们都只是我们占据的一个舞台而已 舞台本身没有好或没有坏 它是个各种各样的场景 最终还是看在舞台上的人 怎么去应对这件事情 可能我们刚刚看的东西会发生 但是我相信 只要加以时日 我们人会更懂得 怎么去驾驭这些技术 驾驭这些媒介 驾驭这些内容 好吧 这就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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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